多謝主席 我自己對政府現時供應房屋土地的力量和做法 我是沒有信心的 局長所說的48萬未來10年做到 我覺得這是天方夜譚 當然這未必跟局長的責任有關 因為你是負責房屋土地規劃 就是劏房波那邊做的 但是你作為局長怎樣去處理房屋的問題 我覺得你要積極去想的 你不是在這裡等運動 就是我改了你的花名 多年前已經改了 就說你是政治菠蘿雞 哪裏有利益你就貼哪裏 民主派的光環你可以利用的就貼民主派 是吧 689 有利益貼的你就貼689 是吧 這個是鐵一般的事實 那你作為局長,房屋局長 在短期裏面 今年就是房屋供應的災難期 今年是9000多個 這個是過去20年來 今年是歷史的新低 這個也不是你全部的責任 這個是真任權的責任 但是前朝的問題 這個災難來到 你要想怎樣處理 你是有責任 在行政上 在政策上 在技術上怎樣調整呢 是幫到香港市民 在這個中短期裏面 這個舒緩這個房屋的壓力 一個方法 一個方案你可以積極考慮的 我剛剛寫了給這個政務司長 是提出這個具體建議 在未來這一年政府可以想 香港現在有40萬的這個居屋 很多是基於政策的僵化 是凍結到 是不能夠充分發揮市場的力量的 因為有不少舊的居屋 可能基於人口的改變 業主情況的改變 就是 業主想出租 但是沒有這樣的能力 因為你要補地價才可以出租 其實你可以具體想的 就是 如果現時居屋的業主 或者是出售公屋的業主 它是不用補對價的情況之下 它可以是出租給一些錄表申請人 指定的 不是自由市場開放 還有你指定它的租金 不可以高過這個 差響物業估值的租金 那麼這個呢 你有成數以萬計的單位 你是可以舒緩出來 可以出租去租房也好 去整個單位出租也好 你是協助到出租的情況 你會不會積極考慮這個建議呢 主席 主席 在詳策的文件裏面 都提過 如何能夠促進 現有的資助出售單位 那個市場流轉的 當中 是包括已經補價 和未補價那些的 我們會在這方面 盡量考慮不同的方式 會不會盡快做 因為很多人是叫救命的 最近有些單位 東沖的單位 那些的村屋 原本400呎 劏了一半 剩下不夠200呎 一個單位 出租6500元 局長 一個百多二百尺 的村屋劏房單位 是租6500元 你會不會盡快 因為這個政策 你的防衛會一過了 就可以做了 又不用什麼錢 又不用什麼 又不用立法 你會不會具體 在幾個月之內 落實這個政策 讓很多水深火熱之中的香港市民 是吧 你就是政治波羅雞 周圍痴利益 但很多市民是受害 在你的權力能力範圍裡面 會不會盡快做一個具體承諾 我們做少少好事 幫到市民呢 你當然是有權 局長 局長 有沒有一些應急方案 主席 我已經回答了他的問題 喂 你現在仍然在 完全沒有感情的 這個膚顯式 我已經回答了你了 我現在告訴你 很多市民是很苦痛的 局長 你原本是個學者 你不要整個議員藝術 你給一個具體答案 你會承諾去做些事情 第二輪呢 每人三分鐘 政治波羅雞 你無恥啊 張炳良 做 η這個是 bank プレКА Creator 我們要趕時間 第一位是王國興議員 跟著是